欢迎来到历史课程,我是美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显为人知的是,当时日本还有700万部队 是完全可以继续战斗的 为什么就宣布投降了呢? 很多人说,这是因为美国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摧毁了日本人继续抵抗的信心 实际上,这只能算是日本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不是全部原因 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而结束这场战争也不可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 总结起来,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的军队数量虽然还有很多 但实际上没有多少战斗力了 日本本来就是一个人口不多,资源匮乏的国家 到了战争后期,日本的年轻人都拼光了 为了维持战争机器 不得不把年幼的孩子和老人 甚至妇女送到前线 据统计,在1938年 日军士兵的平均身高是1.66米 体重112斤 到了1943年 就下降到了平均身高1.46米 体重也只有94斤 说白了,就是战争初期都是成年人 到了后期都变成了孩子兵 而且,日本在战争后期 后勤补给也跟不上 有些地区的日军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而东南亚地区的日军 有时几天都吃不上饭 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连枪都断不起来 所以,日本当时虽然还有将近700万人的军队 但实际上,格林本没有多少战斗力可言 如果继续打下去 只能成为战场上的炮灰 第二,就是前面讲的 美国在日本扔下了两颗原子弹 造成了数十万人的伤亡 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弹丸之地,面积不大 这两颗原子弹造成的杀伤还是次要的 更重要的是,对人的精神的摧残 当时,很多日本人认为 如果日本还要硬撑下去 那么面对他们的将是一颗接一颗的原子弹 到那个时候,日本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日本人心里的恐慌是无法形容的 为了避免这种噩梦 没有人愿意再坚持下去 第三,当时日本的法西斯盟友德国 意大利都已经投降了 苏联的钢铁洪流开始向东开进 打得日本引以为豪的关东军 毫无还手之力 还把几十万人俘虏到了西伯利亚当苦力 更加摧毁了日本人继续抵抗的心理 最后,也是让日本人愿意接受投降的关键因素 就是美国人已经私下接触了日本天皇 向他承诺,将来会保留天皇并保证他的待遇 在日本,天皇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无数国民也都对天皇顶礼膜拜 因此,当他们得知天皇仍然会继续存在时 也乐于接受投降的选择 就这样,愚人天皇宣布投降后 除了少数极端死硬派之外 大多数日本军队和国民都接受了这个结局 没有过多的反抗 好了,欢迎点赞,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每天都在